哈囉大家好我是雲霸 今天我們來開箱這款米家無線吸塵器Mini 它標榜著有88000轉的超強吸力 而且體積只有500公克 那它只有1095元 到底值不值得買呢 那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Let's go 好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打開它 它的包裝一樣是這種純白色的包裝 上面寫著輕盈便吸澎湃吸力 一鍵倒塵跟無刷馬達 那背後就寫著它只有500公克 然後Type-C的介面 好直接打開它 全新的 是這種從背後打開的包裝 看一下它有多少配件 本體 一條Type-C的線 然後 吸頭 還有這是什麼 喔延長管 還有說明書 沒了 好所有的配件都在這邊 這是米家吸塵器Mini的本體 那這是它的延長管 然後這是它的吸嘴 那有刷毛 可以讓你吸鍵盤啊 吸一些桌上小物 可以方便使用 那這是它的延長線 它的充電線 它的充電線採用USB-C的介面 然後一邊是Type-A 那我看它的包裝上面寫著它的充電的電壓 它額定輸入只有5V2A 也就是10瓦的電力 那它的額定功率是120瓦 電池容量是2000瓦 那先裝上它的延長管 裝上去 這是第二段 裝上去之後 這是它的全長的長度 大概這麼長 整個重量只有500克 那你這樣子吸過之後 那你要清潔的話 就把這個頭拔掉 這個集成筒 大概鑽起來就這麼大 集成筒這麼大 這樣捏一下就可以倒垃圾 一鍵開蓋 很方便 那實際的使用效果到底如何呢 我們來用用看 好 接下來我們來實測一下 米加無線吸塵器MINI的吸力 它的吸力達13000PA 採用比較安靜的無刷馬達 那可高達88000轉的吸力 那吸力分成兩段 我們先來測試第一段的吸力 來裝上這個吸頭 好 這是第一段 我在手機旁邊裝了POSE分杯GA 來測量一下 那這是第二段 照應的大小差異 那第一段的吸力 如果來吸一些餅乾穴還OK 毛髮什麼都可以吸起來 如果搭配旁邊這組帶毛刷的吸頭 就會更好用 那一邊刷一邊吸更有清潔的效果 那我自己清潔鍵盤都是這樣弄 那第二段吸力說真的很強 有多強呢 你看我可以這樣子 把手機直接吸起來 那方說它可以直接吸起一台鼻垫 那這個吸力真的是很猛 特別是米加吸塵器MINI的體積真的很小 拿來吸車子座椅裡面的縫隙啊 沙發 皺摺縫隙 或者是陽潭窗戶的縫隙 就會更好用 那因為像這些地方 你用刷子碰不到 那受限於吸嘴的體積 就只能隔空吸 就要開到最強吸力去吸 那關於續航力的部分 普通吸力差不多可以用30分鐘 而最強的吸力 則差不多是6到9分鐘 充電的話 它採用USB-C介面 支援5V2A的充電規格 也就是10瓦充電 大概3小時就能充飽 以它的電池大小來說算是蠻久的 而且我發現它不能一邊插電一邊吸 沒電就真的沒電 不過因為採用USB-C的介面 所以現在即使帶出門 隨便我都能找地方充電 算是挺方便的 吸完之後要清潔也很簡單 一鍵就可以到處灰塵 整個集塵杯轉一下就可以拿起來 那我們把它翻到背面 這個集塵杯還可以再分解 集塵杯裡面的構造 分成前置金屬濾網 以及HIPAA濾網 兩個都可以拿去水洗 金屬濾網要清洗很簡單 HIPAA建議要拿牙刷去刷才會乾淨 然後千萬要記得 一定要完全硬幹才能使用 不然HIPAA悶在裡面會發臭 那個味道會像臭襪子一樣臭 好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我覺得小米米家無限計程器MINI 它真的是一個好東西 它很適合上班族 隨手打掃一下自己的環境 吸一下桌面 吸一下鍵盤 或者是開車族的朋友 吸一下自己的沙發椅墊 吸一下自己的座位或者地毯 或者是你有在做手工藝 做模型的朋友 然後吸一下自己的桌面 或者是像在包膜店工作的朋友 你隨手把自己的環境打掃乾淨 就不用怕在包膜的時候進灰塵 那它的體積也很小 隨便一個抽屜都可以輕鬆的收納進去 那再來我們來講到缺點 第一個是充電 它要充3個小時真的是太久了 而且它不能邊充邊用 那再來是它的配件有點少 雖然它附了這個延長管跟那個吸頭 不過它畢竟它的吸力說真的是蠻強的 如果它可以再配一個比較大面積的桌面吸頭 那我就可以比較輕鬆的 更快速的把桌面吸乾淨 那還有一些空間比較受限 像是在車子底下的內部啊 那如果這一支 這個長度剛好伸不進去的話 那如果你搭配一個延長軟管來吸 就比較輕鬆 而且你就不用一直拿著 那第三個就是它只能吸不能吹 因為有些車用線器它有吹氣的功能 不過以它的售價跟體積大小而言 綜合性價比來看它真的還是很香 那目前你在PC用上面看到的 吸力比小米強的比它貴 同價錢的吸力卻只有一半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你正在觀望小米的其他產品 那歡迎在底下留言 OK 我是雲霸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打 such a thumbs up 字幕志愿者 打卡 字幕志愿者 打卡 字幕志愿者 打卡 字幕志愿者